到了决胜局10比8 扛住第一板 凌如到现在发球其实也是不太敢发了 都是这两轮以转不转为主去打发抢 但是樊振东对他第三板的上手 盯的还是比较好 这样樊振东是追到了10比9 看看这个球凌如在发球上敢不敢变化 还是没敢变 这样樊振东终于是追到了10比10 在8比10落后的情况下顶住压力 第一分是扛了一下对方的上手 第二个接发球是直接抢攻了 樊振东直接起板 凌如这个时候人也是有一点硬 感觉想侧身但是没有侧开 这样樊振东终于是在局末顶住压力 追到10比10 发球抢攻漂亮反超 樊振东是11比10将比分反超 10平的时候自己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这样樊振东是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 回摆上手 哇12比10 樊振东是拿下了决胜局 从而以3比2 在转发球抢攻击 现在就会被判重了 现在就会被判重了 然后是每个人的按钮 那边就已经购买了 在家里面在家里面 这边判重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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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